固责园目前3.3亿的防御率 但背上累率是压得蛮低的 就1.13 本季这是第13场的出赛 4场先发 今天是第9场的后援 来助威一下 贼球 主神直接认定有出霸 不错 化解了危机 波带JAKMAN 96天 是有天德的1分 目前5比2 3分战时的领先 但我可以理解他们 因为在球迷 就是可能他们有时候 也看不懂教练的调度什么 但因为我们也不是教练 我们也不知道教练在想什么 对啊 而且球队最近打得不顺 对对 最关键的 今天又五成胜率保卫战 又落后 就是他们不喜欢比赛状况 变得好像这么闷 这样子 这球三人手 还好一个弹跳 有一首是黄维胜 排第4的是A H U A T I N 第5是雅梅 谢谢你们啦 有对频道的一个支持 现在是形成了两出局 那你如果不是橡米还要进来 那我也谢谢你啦 因为你毕竟还是要给我们口口 好 这时候来了一个山上山下 那我们这边不错 结束这个半局 目前还是忠信兄弟 三分暂时的落后 就两块一球 这球打得强劲 找上了刚守游击的马刚 没有问题 刚好打向马刚的正面 先来看也这个方向算是正确 对 这个球又形成了一个滚地球 虽然两个打齐林立 还有今天替补的郭勇文都是出局 但是就比较不会有 包括聊天室的下面 你有大家讲的这种 好像所有可能都要加强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可能大家各自有问题 有些人是选球的问题 这球被游记手拦住之后 传一垒 三个滚地球出局 七局上半结束 目前乐天还是三分暂时的领先 结果这个球好球哦 准哦 146公里哦 五个人今年的CP值好高 嗯 而且准度跟速度哦 都能 像今天来讲就是都能坚固哦 那就更厉害 它整体的均速有提升 嗯 先两好球一换一球 水啦 哦 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厉害 前面就讲到其实是可以 不管是要宇宙了 或者说可以大胆的换头了 对 虽然这个是诉求哦 你可以看到哦 林丞飞的会棒是球是在下面哦 到进雷的时候 这个球还在往下沉 对他这个对于搭着的一个设定上的攻击哦 就会 感觉就很不一样 嗯 投手的定位 蛤 什么投手的定位 这个球被一类手给拦住 下一局回答 下一个半局再来聊啦 形成了一个三出局 八局上半结束 目前五比二乐铁案是三分战士领劫 那也让大家继续为他们来加油了 这球打成一个滚地球 这球有几手接到没有问题 跟马刚一样刚移防就有球 那就有球可以处理 马上考验 嗯 最后还有一点不规则的一个突然弹高了起来 他对于这个投手虽然说他可能最后打不好出局 但是我对他的掌握度是高的 所以我挥控率低 嗯 所以我最后虽然我出局 只是我没有打好 所以这个优质打球他们会看的比例还蛮重 嗯 最后是打成一个滚地球遭到的刺伤 这个球打在中外野方向 哦 吴泽源辛苦了 这个优质还是顺利的手下 就看看九局下败 第一组队加油了 感觉突然已经 哈啰 大家好我是贵贵 大家要记得订阅中信兄弟的官方YouTube频道 还有Twitch频道哦